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2月4日 星期四 這節繼續John Connor 跟大家說國際新聞 這節 要跳回說緬甸的情況 原來這個世界所有的 獨裁政權 都是有一些共通點 待會繼續 說這個事件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有所體會 上一節我們在討論 這個 戴這個 名牌手錶 戴這個勞力士 到底會不會 令到同事看不起 又或者會不會用一個奇怪的眼光去看待你一個月入兩萬多元的人 戴10萬元的勞力士 這個話題其實挺有趣的 我們也想遲些再跟大家再慢慢分享 不過這節就要專心說回國際新聞 再詳細說緬甸 到底拘捕這個昂山素姬 是關於一件什麼物品呢 再講詳細之前 希望大家就繼續支持 黃金二部曲 如無意外 這節上映的時候 我們應該 YouTube應該剛剛開放了 應該有很多朋友就不知道 原來我們就是被YouTube 封鎖了一個星期 不能夠發佈 任何影片 因為有見及此 我們也不想因為 完全依賴YouTube這個平台 萬一再被YouTube打壓 或者再被封鎖的時候 導致整個升旗易得道滅台 所以 我們也是想來想去 應該就是 要動用Patreon Patreon 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為他也是一個收費模式 也希望大家真的有一個 習慣 真的是月費支持 這個本台 在說的是 5元的美金 一個月 是39元 我們幾乎 一個月的節目的節數就超過300節 每日差不多都做10節 所以 其實一節真的是一毫子也不用 一毫子也不用 再加上我們有其他影片 所以加起來真的很便宜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支持 另外希望大家繼續 第二部曲 再加上YouTube的支持五部曲 因為 我們的廣告依然在 戶口依然在 沒有被人封鎖 說回緬甸的 政變的新聞 獨裁政府 會做的事情 往往似曾相識 跟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是一樣 緬甸軍方 發動政變 拘禁了這個 國家的實質領導人 當然就是這個 昂山素姬 跟總統溫敏和多名執政黨的高層 拘捕了他們 現在的政權 移交了給國防軍的總司令 敏昂來 引發所有 全世界 一片嘩然 到底 搞甚麼呢 為甚麼要發動政變呢 政變就是 不爭的事實 到底藉口又是甚麼呢 藉口也要研究一下 緬甸警方 在2月3日 說 拘捕了這個 昂山素姬的罪名 進口了一台收音機 違反這個國家的進出口法 聲請 將他拘押起訴 如果 將昂山素姬要定罪的話 最高 根據這個進出口法 就會面臨一個三年的有期徒刑 大家聽到是不是覺得 一句 說話就是 欲家之罪何患無恥 當政權要無憾罪名的時候 就連入口一部收音機都是犯法的行為 是不是 大家是不是 似曾相識 聽到這些 這樣的 說法和罪名 當要以國家之名 說你犯法的時候 管有一枝觀聲筆 再在示威現場附近出現 你還不是心裏面想犯法 當一個地方 將思想 近乎是純粹將思想 變成犯罪的時候 這個就是 文字獄來的 也是一個連坐 在場也要拘捕 在場也要拘捕 為甚麼過往普通法 來來去去要求你除了有犯罪的意圖之外 一定要有犯罪的行為 才能夠構成犯罪呢 換句話說 我心目中 思考犯法 如果我不做任何事的話 完全是刑事法不應該構成任何刑事罪行 跟政治有關的案件絕大部分 都是抓住你的思想 說你想做甚麼就是犯法 想意圖分裂國家 意圖威脅國家安全 意圖顛覆政府 就算沒有實質行為 又或者那個實質行為 本身 是不構成任何犯法行為的 都說你是不合法的 繼續說回報道 再跟大家再慢慢說 昂山素姬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 在2020年11月贏得足夠的議會議席 可以組織政府 原本預定在今年2021年2月 舉行議會召集 軍方介入的藉口 就是說他有選舉舞弊 聽起來好像美國一樣 於是 忽然之間就發動一場政變 宣佈 緬甸進入 一年的緊急狀態 暫時由敏昂來 掌權 既然 指稱是跟選舉舞弊有關 但是竟然 拉昂山素姬跟選舉的罪行沒有關 很可能因為根本證據不足夠 進入一年的 所謂國家緊急狀態 就說 要在這個緊急狀態結束 就會重新舉行大選 就會把政權交給 選贏的政黨 但是大家就會問 現在被你政變了之後 再下一次選舉 那個選舉是不是一個公平公正的選舉呢 跟香港是不是很相似 無端端要把選舉押後 然後就在選舉押後期間 把所有 反對政府的 區議員 也好 舉辦初選的人也好 全部用國安法全部被拘捕 讓他們被拘捕了一些和你選舉的人 然後才說和你搞選舉 甚至乎連選舉也沒有了 所以 香港 香港 跟軍政府政變 其實是沒有分別 大家一定要認清這個事實 不要聽共產黨的謊言 用他的說話和字眼 包裝了你就無視 他那個實際的情況 他實際上就是一個 由香港政府 由香港警察 發動的一次武裝部隊政變 其實香港 緬甸跟香港竟然有 那麼多 相似的地方 那麼這個 軍政府也警告民眾 在這段期間 不能夠張貼任何可能鼓勵暴動或者助長不穩定局勢的言論 換句話說 所有事情都是由他定義 哪怕 往後的大選 可能人民只是出來要拉票 那麼他就說你是鼓勵暴動 或者助長不穩定局勢 這樣 一樣就是會以言入罪 是會拘禁你 根據路透社今天看到一份關於首都內比都 的警察局的文件 裡面的內容就說 軍方就說在昂山素姬的家 找出一件 未獲准使用 非法進口的一台 收音機 是不是跟觀星筆很相似呢 或者找到行山竹 找到豬嘴防毒面具 竟然要你去有合理解釋 解釋為甚麼你擁有這些東西 原來變成擁有一件合法的東西 就會變成 不合法 就說你有意圖 不應該 拿著這些東西 解釋不合理 甚至乎你在街上走過 管有這些東西 管有這些東西從來都不是不合法的東西 竟然變成 不合法 昂山素姬 可能就是找來找去 找不到犯罪的證據 竟然到最後就在家裏找一台 一部收音機 說違反進出口法 繼續要扣押昂山素姬到了2月15日 如果這條空罪定罪的話 最高就要面對著三年的有期途刑 與此同時 全國 民主聯盟的所有的 各地的辦事處 也遭到軍方的 突擊檢查 扣押他們的文件 翻查他們的電腦 大家又是不是 似曾相識呢 這不是一場政變奪權 不是一場無憾 到底是甚麼呢 即使在一個如此高壓的打壓 情況之下 我們今天也看到新聞 緬甸30多個城鎮 70間醫院 以及 這個 醫療部的員工 醫護人員 全部今天就發起罷工 抗議 軍方的奪權 進行緬甸的 公民 不合作運動 這個 公民不合作運動 昂山素姬也算是一個代表人物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世界 此起彼落 當我們的 抗爭減到很弱很弱 非常弱 快要滅亡之際 緬甸竟然發生政變 導致人民必須要出來反抗的極權 實際上民主自由 這些 的確 不是 我們 無端端是擁有 是前人付出了很多代價 就是拿回來 而這個 世界上依然有很多 獨裁政權 是不容許 人們獲得 自由 權利 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是要繼續爭取 緬甸也是一個例子 告訴大家 獨裁者 做的事其實相同 人民會互相學習對方 抗命運動 搞反抗 搞鬥爭 政權和獨裁者 一樣會互相學習 所以為甚麼緬甸做的事跟香港政府做的事那麼相似 因為香港政府剛剛學會了 這個來自北京這個獨裁政權 對付人民的方法 所以他們做的事似曾相識 今天 昂山素機管有一部收音機就是被拘捕說他犯法 香港也有相似的情況 當你有一枝觀聲筆的時候 他就說你 意圖不軌 一定是用來打算犯罪 用來煽動這個暴動 面對著這樣的情況 坦白說 只有繼續跟他對抗 想辦法 當然就是 要想辦法對抗 因為他 緬甸的人民也是一樣 面對的也是一個軍政府 好 再有新的消息 還有資料再跟大家分享 這節先說到這裏 拜拜